嘿 大家好 我是宋鸡 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当地人生活的一条街道啊 给大家拍一下他们生活的场景 一般都是买什么吃什么喝什么 这边就是一个榴莲摊位 顺便卖水果卖杂串之类的 现在标明的价格一公斤的话只要25马币 这种是最普通的榴莲 这边是包好的 哇 厉钱 厉钱 现在价格很便宜啊 对啊 非常便宜啊 比我们在那边要便宜非常多 要不要买一点 回来先吧 回来先 还有像这些是有点类似于印度的小雀串 老婆 主人 刚刚那个老哥有点调皮啊 想吓我一跳 结果把别人旁边的给吓了一跳 没吓着我 本来他就不是对着你讲 不是吗 不是 感觉他在我耳边哄一样 这边好多大牌卖啊 肯定是假的啦 怎么会是假的吗 这边不是法律挺那个的吗 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 这些大那么大牌的包 一个都是几万块的一个包 怎么可能在街边卖啊 他可能是阿嫂的 哈哈哈 可以去看一下价格啊 就是说那些什么 迪奥啊 LV啊 这些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在这些小商户里卖 感觉就是跟那个义务小商品一样 对啊 不过感觉确实太多它牌了 像这些很小的一个档口 上面都掉了很多大牌 万一人家是真的呢 那你不是错过好几个亿 你问问大 你问问网友吧 你应该交智商税了 我操 你看像这些都是大牌的 大牌 就是仿的吗 对啊 好吧 就是背个样子 就背个样子而已 不过感觉当地好像还挺喜欢这种的 好多男人女的我都看见他们有飞啊 街上大多数都是 这条街应该都是专门供中国人逛吧 我觉得 所以应该都是在卖回给我们中国 你是说就像我刚刚那种 交智商税的想法的人还真不真不少 应该不会吧 不是说 他们我觉得买这些包的人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追求那个 一定要征服 他就是想背那个款式而已 哦那还 那也挺不错 那肯定呢 如果是质量又跟得上 然后款式也是一样的 然后还便宜好几十倍 那感觉还真无所谓 这边的水果的话要比市中心要便宜很多了 基本上的我们前几天在双字塔那边逛 水果的价格是这边的三到五倍吧 我们下了一套 那边是比较高级的商场 对 我还以为马来西亚整马来西亚都是消费这么高的 因为我之前没有留意这边的水果价格是多少 现在来西亚看其实还好 不算太酷 感觉这边 除了华人之外也挺多当地人 还有印度裔也挺多的 反正对我来说 感觉走到哪里都一样 到哪里都是本地的 也很多马来人说我长得像他们本地的 印度人呢又说我长得像印度的 然后看到中国人呢 跟他们说中文 哎呀 又是同胞讲的话 我操 他说你怎么会讲中文 他就说我怎么会讲中文呢 无所谓了 还有啊跟大家说明一点 如果大家来这条街逛的话 一定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 钱包 水生物品 贵重物品 一定要保管好 还特别是自己的女朋友 一定要小心啊 因为当地这边的话很多爬手 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到相关的评论的 嗨大家 我是龙鸡 现在我在吉隆坡 当地的一条老鼠街 上次呢 我是来过这条街 但是没有详情拍啊 有一个朋友他就认出来了 这里成绩是他在这里摆摊摆摊 一年多的一个地方 他非常怀念这边的生活 所以叫我特地叫我来这边 重新拍一个视频给他看 刚好呢 今天 其实我们来的并不是太凑巧 因为 应该是有城管吧 还是怎么样 没有人摆摊呢 不是 因为他应该也是分什么时间段才摆的 也有这样分吗 可能会有 看一下现在是星期几 反正昨天我们路过这边的时候也是没有 吧 昨天也没有 前天摆的 前天摆的 现在是星期五 7号 给他拍一下吧 希望这里 能勾起你在这里生活的一些回忆的点点 这些是老鼠街的 有的那些仓库就在这里 其实这里感觉 对 也是放一些物品 其实这里的货真的 没有没有必要搞什么防盗设施 你看像这么大的一个窟窿 也不怕被人抛的 可以看到那里有一幅画就是 了解了这条街的一些状况 就是卖东西的那个情况 情景 对啊 这里的话就有一幅画 是专门写的 当地的卖这些二手东西的一个情景 其实这一条街呢 怎么说呢 还是有点味道的 几十上百年 就这样延续下去 他这里不摆的时候呢 不摆摊的时候呢 就是作为一个停车场一样的 一样吃亮的一条 到处都是停放车的 应该跟我们国内的那些农村赶机一样 到了某个时间点他们就把 应该是这样 但这些也是有击败一些老爷啊 应该是爸的财神他 我看上面还有两个空间 拿出公子吗 这边是餐厅的后厨 其实在我们国内呢 能传承这么久的一条街很不容易 特别是现在 现在这种经济情况 在我们老家呢 有一条街 曾经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 一条商业街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很快的就被淘汰掉了 因为迟早呢 会有一个比较新的 要新潮的一个大型商场 会把那些比较老旧的给淘汰掉 但是这里的话 已经几十上百年了 就这样传承过来 我觉得很不容易 各行各业都在这边发展 这些也是他们摆卖的一些货物 这边应该也是摆摊的一些地方吧 还是做饮食的 反正旁边可以放了非常多板板凳凳之类的 这条街应该是到这里为止了 前面都是做餐饮 这一条老鼠街的话 其实并不长哦 就大概150米左右 但是到了 我们上次可能是运气好吧 碰到他们开业 就这么短的一个距离 大概都会有100多 200个摊位左右 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大部分我觉得 都是二手东西 但是有一部分呢 比较像是那些偷懒的贼货吧 因为上面有很多磕碰的痕迹 摔过的痕迹都有 我口水舌量的东西 好啦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哦 拜拜